吹氣陳建興 您做了很多的功課 對於這一個人 以至於在最後您進到官邸 三進三出跟他談判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你有能力 可以穩住這一個人是嗎 沒有一個人 叫做有能力去穩住誰跟誰 開疆是一種瘋狂的行為 尤其在聯繫對打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看準情跟造謀的 雜人的行為是一種 妄為的行為 這就是當警察 不是當刑警第一線擋葬的輸入 你必須要做一個選擇 這是你的責任的輸入 就算那一天你走了 也是你應盡的 怎麼樣 但是當下當陳慶新點名要 您進去跟他談判的時候 您有選擇的餘地嗎 陳慶新沒有點名 他沒有點名 大家都誤會 那是一個談判過程當中的衝突 是 衝突裡面你必須要去解決問題 一定要有人進去解決問題 你如果不進去解決問題 人都死了 人死了 大家都說曾經叫我去 沒有叫水進去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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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們兩個在對談嘛 對不對 你能造成人怎麼樣 他說要把他打死 他說要把他打死 要把他打死 我說你要把他打死 我是不是要打死的 怎麼辦呢 你敢打死他 當然我進去又打死你啊 那要怎麼回你呢 到講到他的生命 他也要剷這個 他也會剷 他怎麼不會剷 每一個人面對生死 每一個人都是害怕的 你是要更勇敢的 直接去面對 生跟死 所以 等我說要打死他 他也嚇一跳啊 我一定有把我打死他 你打死了人子 我進去 我絕對不會讓你有機會啊 所以這是一個對決嘛 你也掌握到 必須要用很威嚇 強硬的威嚇手段 讓他進入 所以他馬上回 那怎麼辦 我說 你要解決問題 你說要怎麼辦 然後叫醫生護士進去 誰敢 誰敢進去 進去也沒有用 人都受傷他沒中 進去也沒有用 所以後來他跟你嗆毒啊 不然你怎麼打死你這次啊 那就是一個 談判過程當中的 對立跟衝突 解決問題的一個方式 不是他叫你進去 所以你真的沒帶槍 如果那天帶槍我就掛掉了 因為他跟你說聲 他說聲啊 槍抵著我頭說聲 那天我真的要 沒有講信用我就掛掉了 他不講信用你就掛掉了 當然 但起碼我要先講信用 做人只有先自己講信用 別人講不講信用 我不在乎 別人講不講信用我不在乎 再就是我自己要講信用 所以你就把槍卸下來 槍卸下來我就進去了 所以他所有的身體 收不到槍 他以為我帶一把槍 因為我帶一個大哥大 放在口袋 沒讓我大哥大 以為我帶一把槍 他那時候槍已經頂著我頭 要開下去 要設計下去 我說你是在做什麼 大哥大你是不敢 你這輩子有被人用槍抵住你的頭嗎 好多次了 習慣了 習慣了 那我沒有辦法